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罗 之前就是老罗做了一个视频呢 说那个留学的事情啊 小孩子低龄留学的这个事情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很多妈妈来私信我来找我 就说他们现在的一个悲惨的遭遇 现在都在安排着采访 但有些妈妈呢是已经回国了 有些妈妈呢还在这里 然后他忙完这段时间呢 他们要接受一个采访 在讲他们这里的遭遇啊 我听了 我也不说具体的事实 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就先说一下 为什么低龄留学比较适合马来西亚 中学留学呢就不要来了 中学读国际学校在马来西亚是不适合的 为什么不适合呢 在这边很多孩子的妈妈呀 他们有中学的 有小学的 中学的来这边上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不走了 根本学不到 去到加拿大了 去到澳大利亚了 对中学的你是可以去到欧美国家的 加拿大澳大利亚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对我而言 如果你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话 就指加拿大了 加拿大比较容易点啊 相对 第一 因为大家知道啊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小孩子是很容易打开心肺的 很容易交朋友 他嘴巴也容易张开 自身心不是那么强 你教什么他就学什么 小孩子非常天真无邪 所以他能学好语言 他的语言会很快的上手 并且会交到很多好朋友 所以他在这里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 那么上了初中的孩子呢 由于他英文很难达到母语水平 对 你必须要达到母语水平 你才能听懂老师讲的课 老师呢 一般是外教 那外教老师当然是用纯正的英文给你讲的 并且是不能带口音的英文 这个大家去学校的时候一定要考察清楚啊 老师讲话呢 最好不要带口音 是纯正的英式英文或者美式英文 因为你孩子去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你交了那么多学费是为什么 对吧 所以你达不到母语水平 孩子就在那里很难听得懂 玩不到一块吗 孩子 就是你跟一个人讲话鸡同鸭讲 或者文化不一样 你能跟他玩到一块吗 是吧 你都不可能跟他交朋友的吗 这个没有刻意的或者怎么样了 也没有歧视啊什么的 就是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久而久之呢 这个中学生啊 年龄大的孩子啊 他心里面就会抑郁 一旦抑郁呢 哇 他不是学不学习好的事情了 而是整个人就不开心了 就不开朗了 所以说我那个朋友才会把自己的孩子直接就送到加拿大去 这个当时呢 我也是特别赞同 他这个做法 因为融入不了 融入不了 一抑郁 这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童年是这样的 你可以学习不好 你可以文化程度不高 但你必须要开心 健康的成长 啊 未来还大有可为嘛 那小的时候都不健康了 心里都扭曲了 未来是什么样子呢 所以低龄的孩子呢 他英文学的好 而且他可以很快的跟周边的孩子融入到一起 什么文化背景啊 那都是小孩 是吧 都还没长大呢 那在一块玩 弄在一块玩呢 就是好朋友 所以说这边低龄留学 我特别推荐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推荐我的观众朋友们 给一些中介公司 然后让他们带着观众朋友们去看校 凡是中学生 我一律拒绝 我都给他们会讲 什么原因我拒绝你 我什么原因我不建议你来马来西亚 当然有的听啊 有的没听 大家知道啊 咱们国内的朋友的这个思想 你说不独立吧 他有时候特别独立 因为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孩子是可以的 因为每个的父母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强 能做到 我的孩子肯定是可以融入这个社交圈的 其实我觉得 你第一是问孩子 你要把这个事情叫告诉孩子 你的文化圈完全不一样 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朋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 因为小的时候我也转过学的 我转过几次去 到新的城市去上学 那交新的朋友 他的语言不是说英文啊 中文都有方言的 他讲方言那一堆人 我如果听不懂的话 那我就很很搞笑 我在旁边的跟羊鸵一样 他们都是山羊 是不是 也是很难融入 不过呢 我从小厚脸皮 我怎么慢慢就上去了 但是在和交朋友过程当中啊 也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不过就要看那一帮人在不在意 你这个异类对于那一帮人来讲的话 是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如果把你当做真朋友 你无论讲方言讲普通话 大家一起交流非常快乐 是吧 就像我们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一样 我说这个卷蛇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改成马来西亚口音呢 你在这二字多年了 我说为什么要改 我的马来西亚朋友就喜欢我这种口音 卷蛇 曾经一个美女还说 哎呀卷蛇真好听 所以我就保持到现在 当然我不是因为她了 不单要问自己的孩子 第二呢就是 你了不了解你的孩子 如果说你孩子上初中了 你都不了解你的孩子 是不是我们当父母的要反思了 要去深刻的研究这个事情 那如果说你很了解你的孩子 你知道孩子是个非常内向 自尊心非常强 不愿意跟陌生人交往 谈话的 真的就不要再是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你知道这个地方 你交了学费 转校又是费用 转校了读不了了 又是费用 花很多钱了 你的学籍也耽搁了 一回国 你要从初级开始上 国内的学籍和这边可不是同步的呀 如果说你真的想让你的孩子 将来考澳大利亚的学校也好 加拿大的学校也好 美国的学校也好 或者英国的学校也好 你就直接让他去英文环境的国家 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跟欧美的是一样的 他对语言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因为上课是英文嘛 就我让我的孩子试一试行不行 去面试一下行不行 我见过很多孩子 妈妈带着孩子 我现在感觉像一个老师一样 像个导师一样 我一跟他苦口婆心的说 我说你没有意义啊 孩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 我一看就是很内向 很害羞的 拿着水壶 他见我都是这个样子 他见到外国人呢 外国的孩子呢 如果外国的孩子 巨嘟把他孤立了怎么办呢 你想过没有 当然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问孩子 你是不是想喜欢马来西亚 你是不是想要在马来西亚读书 国际学校 如果是你必须要克服这一点 增朋友 但是如果他真的无法融入这个环境和文化的话 他热脸贴冷屁股去给别人交朋友 他最后 如果交到好朋友了 这个就值了 如果热脸贴冷屁股 却变成了一个备胎或者配件 大家知道 朋友之间有备胎有配件 或者说拿你当笑话 是吧 大家都上过学的 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 一群人里面 一个班级里面 总有一两个笑话 一两个备胎 一两个配件 是不是 就拿大开玩笑的 有些人想融入这个圈子 但是呢 这个圈子的人呢 就拿他当玩笑 都有嘛 不管长大了 朋友圈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个玩笑 是吧 你想不想让孩子 去作为一个玩笑 加入这边的学校 我不是说一定的 是有可能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吗 为什么初中不要来 第二呢 就是 低龄留学 可以来马南下 低龄留学 因为 好融入嘛 当然 父母要一个非常强大的认知 知道自己孩子的水平在哪里 如果父母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你要想去奢望一个导师 一个老师去了解你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了解啊 多关心一下 孩子的未来和自己父母的关心程度 是非常有紧密联系的 有些时候父母就着急问 孩子成为这个样子的 父母也是经常骂孩子 你为什么学不下去呢 别人都学得多好多好多好 你为什么不行呢 别人都能交朋友 你为什么不能交朋友呢 是吧 你说在这里学不到了 你转学 我给你转学 转学以后 为什么你还是不行呢 那这一条路 我都给大家缩短了 话语至此 再多的也不好去讲什么了 如果您的孩子是个天才 你也可以试一下 是吧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了 虽然说 有些父母是认为 人家的孩子 比自己的孩子强 但是心里面呢 是总希望 自己的孩子是比别人强 所以这是个非常矛盾的想法啊 但是在上学这个方面 在孩子的未来前头的这个方面 要认清事实 有没有要补充的 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啊 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中学留学去 英文环境的国家 不是说马来西亚不是英文环境 因为马来西亚有的选择 你可以说中文可以说英文 孩子呢 都可以逃避的 但是呢 你把它送到英文国家的环境呢 他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你不会讲英文 你连活都活不了 有法生活 在那种环境下呢 孩子的英文学习的程度啊 速度会快很多 而且如果说你铁了心了 要把孩子往国外送 欧美国家送 你就初中的时候 就直接就过去了 无论在那里读啊 基础的语言班 他那里的学习的速度也会快 他语言的学习速度也会快 因为在外面你买个汉堡 你买个什么东西 你必须讲英文 不然你会饿死的 你要买你喜欢吃的东西 你就得必须讲英文 对吧 但是在马来西亚不是 马来西亚呢 就是有些很多地方 还是可以讲中文的 是不是 有些孩子 把他送到冰城坨了 大部分都是讲中文的 所以你要想让自己的孩子 语言速度更快 那必须要在英文国家 并且你要在 你这个目的是什么 你目的就是想让孩子 尽快的融入海外的学校 是吧 英文的学校 当然有一点 孩子的这个自信心啊 这个融入社交的这个能力啊 还是要加强 这个是必须要加强的 自尊心是要有的 但是过于自尊心呢 就会变成了自负也好 或者自闭也好 在国外孩子是无法生活 所以家长呀 要在国外呢 英文环境国家 就算你到了英文环境国家 就要加强这方面了 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嘛 是OK的 所以他学语言 可以学得很快 但是最主要是你要 他的心灵 自尊心要帮助他 要跟他一起 更加的客观的 去帮助他成长 当然英文环境国家 不是适合每个家长的 他只适合一小部分 可能你在马来西亚100个家长 是吧 100个家长 99个家长回国了 那么这99个家长 回国的家长当中呢 可能只有10个家长 他适合英文环境的欧美国家 不是所有的 因为欧美的国家 英文环境的 那些很难啃的 那也很难啃 如果他不愿意 你也不要再逼他了 没有必要嘛 只有是在国内呢 把这个中学读完 在读中学的时候呢 在不断的让他学英文 不断的让他学英文 为什么 因为大学 你可以考到这个 英文国家的大学嘛 是吧 像美国的 澳大利亚的 和英国的 你学 在国内学三年英文 或者六年英文啊 初一就是六年英文嘛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暑期的时候 一旦放假 就带他去参加夏令营 是吧 你在国内也可以读各级学校嘛 各级学校的英文 也是可以学习的 就让他在这个 范围中 先熏陶 熏陶个六年 我觉得也没问题了 你到高中的时候 你觉得 我孩子可以了 就再出来 或者大学的时候 再考出来 都是可以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 哪里有英文环境啊 我明明以前学的那英文 就是点头yes 要头no 都是只有这种程度了 但是在这边 我们要学那个foundation 就是基础课程 我们要学半年 三到三个月到半年 加强英文 魔鬼式的训练 你不会说也得说 但是当年 我们要去毕业 也不容易的 因为都是要非常好的 那么 大学生呢 他被逼无奈 而且我们是有 自主能动性的 我们必须要去学好 那才能毕业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说我们的学习能力 有没有这个中学生强 肯定是没有 对吧 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学呢 我们心理上 心理上非常强大 当然我在国内 是学的预科班的 也是独立英文的 但是几乎没用 所以家长如果要把孩子送出去呢 要经历这么几步 我再重新梳理一下 给大家做个总结 第一呢 如果你初一在国内 就直接上国际学校 或者你不上国际学校 你送到国内比较好的学校 环境比较好的学校 如果说你这个城市不行 你认为就去换一个城市 那么多城市 一定有好的 它不是每个城市都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 让孩子参加补习班 这个补习班呢 就是英文补习班 一定要是外交交的 暑假 夏令营 到英文国家去 参加夏令营 创造这个英文环境 当然家长要一直陪赶 家长会比较辛苦了 如果说你想让孩子 走这条路的话 就辛苦了 而且孩子也愿意走这条路 也愿意去配合你 所以这个要跟孩子商量好 这个事情 不能他再抗拒 我不要出国 我就是要在国内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没必要了 不要认为你给他的路 是最好的 不是 有时候孩子有自己的选择了 跟孩子好好聊一聊 是吧 我都快变成老师了 因为看了太多太多了 我接触了太多家长了 希望这个视频呢 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发email给我 也欢迎加我的微信 聊 路是可以的 如果你在吉隆坡的话 当面聊 也是可以的 希望能帮助到你 我这边呢 有些孩子的家长是过来人 我也可以介绍你跟他认识 OK 想了解更多马来西亚的资讯呢 欢迎关注老罗的频道 咱下个视频见 或者说在吉隆坡店 拜拜